上海市的住房备受国人瞩目 上海市的住房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自然也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仅仅是业内人士希望关注 业外的普通老百姓也肯定要关注啊 那首先来讲几个原则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坚持租购并举 租购并举 这个就是提出要以这个住房租赁 比较广的各种层多层次的住房租赁系统 来保证居者有其屋 大家都能住上房子 当然未来这个租赁的市场怎么发展 我们也还要去看到一些更多的细节 那在布局方面呢 上海市将郊区新增住房的重点 向自贸区的宁港芯片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 红桥国际开放枢纽 五个新城聚集 所以你就能看到未来五年里面上海新房 它的发展的重点方向 在这几个郊区新城里面 而城区里面的旧区改造 旧住房的更新改造 也是未来五年的重点 当然可能很多翻新过的地方啊 也确实是非常的诱人 你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北外滩的规划 北外滩地区现在拆了很多旧房 那必然将来会建一些新房出来了 而这个自贸区宁港芯片区的规划 我们也在前天解读过 这是一片处女地啊 就是远一点 但是如果它真的未来是一片投资的热土 又何妨了 几十公里的路真的不算太远 毕竟现在很多上海人买房都买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去了 那投资到临港芯片区 其实是应该还算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吧 当然从政府角度来讲 未来十四五期间将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 能够平稳的把上海的房子发展下去 这也是我们共同期望 他当然还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希望未来这个房屋质量有所提升 向移居的角度再进一步 在这里呢 不得不提到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保温层脱落的问题 大家通常来说都叫这个外墙脱落 其实是因为十几年前搞了这些保温层 而它的这个质量也好 还是它的技术方面指标也好 其实是达不到一些要求的 导致最近很多地方很多小区的保温层都在脱落 而它的维修问题现在成了一个难题 所以这些事情能不能在十四五期间得以 得到一个改进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